我不顾一切地来到北京 到你身边 约定好了 咱们三年之后就回去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反悔 让你留下来 咱们一起在北京打拼 毕竟咱们还年轻 那有男孩追求你 还能帮你找工作 多好 那你现在来找我干啥 两个月之前 他跟我打电话说 他爸妈安排他去马来西亚 多研究生了 你想想看你自己 当初有多狠心 你把他当钻石级备胎了 欢迎收看重庆卫视 大声说出来 有请主持人龙勇 谢谢 心理疏导构建和谐 爱要大声说出来 欢迎各位收看重庆卫视 大声说出来 我是主持人龙勇 节目开始 为您介绍一下场上四位嘉宾 百合王首席情感专家 周小鹏小姐 心理专家夏冬豪先生 心理歌手王云依小姐 还有我们大声说出来 情感导师独磊老师 欢迎你 好 接下来我们认识 这一对倾诉人 他们的压力是什么呢 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压力倾诉 他陪着我在北京生活 也有三年多了 最近可能因为我的情绪 不太好 导致我俩已经两个多月 没有联系了 我知道他已经收拾好行李 打算回老家那边了 可能他会贺我 他说他现在过得不好 可当初我想和好的时候 站在他学校门口 等了那么久 他居然连见我都不见 我问他愿不愿意 跟我一起回老家 他说也不愿意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年轻 不用那么着急回老家那边 我想跟他说 希望他能留下来 在北京这边 跟我一起共同打拼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有请两位倾诉人上场 有请 小冯和杨阳 小冯你个儿真高 有多高啊 一米八三 小冯说说看 遇到什么问题了 我们之前有些误会 我想在这里解释清楚 我跟他在一起五年多了 分开有五个月了 在半个月前吧 他给我打个电话 把我约出来 让我留在北京 和他一起打拼回来 就不要回去了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咱们毕竟在一起 已经五年了 我也舍不得你走 所以我想请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三年来 我感觉啊 你对我要求太多了 比如说吧 我每次去学校找你 你都让我在学校门口等着 从来不让我进去 出去吃饭 就让我在附近的餐厅 点好东西 然后等着你过来 也不让我去接你 我身为你的男朋友 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 我并没有说 不让你进学校找我 只是之前有一次 你来学校看我的时候 那次已经合晚了 我都快要休息了 所以穿着睡衣出去见你了 第二天这个事情都传开了 他们都说合晚了 我在学校外面穿着睡衣 在跟一个男人聊天 就别人会误会 所以我都会说 每次让你在学校门口等我 那我给你打电话呢 每天只有白天12点到12点半 给你打电话 晚上8点到9点 其他时间打电话都不接 电话要规定吗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在休息 我也不忍去打扰你 比喻你工作那么辛苦 你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有时候我也在学习 跟同学讨论我的课程之类的 所以也只能这样规定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你逛街 在商场遇到你的朋友 你就把我处在那里 跟他们聊天 要不是他们主动问起我是谁 你都不会告诉他们 我是你的男朋友 然后吧 他问我 你是在北京上学还是工作 我说工作 干什么的 我说KTV上班的 你听了这个就不高兴了 回去就吵了一下 我觉得没必要跟他们说那么多 咱们两个太恋爱的事情 太恋爱是咱们两个自己的事情 并不需要跟他们解释得很清楚 我听明白了一些些 你总觉得你有点 名不正言不顺的意思 是这意思吧 就是想多了解了解他 知道他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 五年时间 你都没有走进他的朋友圈 是在北京的时候没有 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在当地也读书 你们的老家在哪里 在江苏徐州的下面一个县城 我高考本来是要和他 报同一所大学的 没有考上 他来北京上学 我不放心 我就跟着来北京半读 以半读的名义跟他在一起 也留在了北京是吧 对 所以包括刚才你所说到的 所有的郁闷的地方 也都是发生在他在读期间 是吗 三年时间你的变化真的好大好大 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陪你去买衣服 当时夏天嘛 都批发价很便宜的 三十多分年一件的T恤 你看中了两件 很喜欢 毫不犹豫的我给你买了 买了之后我记得 那个夏天你穿次度最多的 就是那两个T恤 我很开心 但现在呢逛商场买衣服 你要去大型的商场 小的还不去 我给你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衣服吧 你说我没眼光 便宜 他多洗几次他就换掉了 像我买一件几百块钱衣服 虽然很贵 但是他能穿两个夏天 他再洗也不会变形啊 你有你的解释 但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给你买的那套副补品呢 你用了几天 你说你的朋友 都用的是国外的产品 国外的品牌 但是你生日啊 我本来经济就很紧张 我一番心意 你这样说我 你就不怕我伤心是吗 我没有说你买的东西不好 我只是这么随口一说 也有 可能就是天气太干燥了 不适合我 可是我还有一点 就很不明白 就是你每次 就老是说我没文化 没法帮助你 你说别的情侣在一起 可以互相学习 互相帮助 我一个人在北京 就为了你而来 你老是责怪我 你为什么要责怪我呢 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 其实那次你也知道 我考英语四级的时候 平时我都很努力地在复习 考英语四级没有考上 很伤心 所以就有了一点小情绪 你有小情绪 你就这样责怪我 你们俩有快乐的时候吗 二位 我有快乐的时候 之前都是他来北京陪我 我们在一起也过得很开心 其实那时候你真不知道 我对他真的挺不错的 我们每年过年回家 或者是暑假回家 都坐火车 挤得跟肉粽子似的 急死了 有一次他跟我说 回家我想坐飞机 说我从来没有坐过 然后我当时过年回家 带的钱确实也不多 真舍不得买两张机票 我就给他买了一张机票 我就给他撒了一个谎 说我这边工作还要等两天 才能回去 你先回去吧 我就让他回去了 然后我最后过了两天 自己一个人坐着火车回去 这是你知道吧 你应该知道 这件事情我都记在心里 其实我心里会感激你 这好像临边赠言似的 他可能说他自己没变 但是我心里就感觉 好像他变了一样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只能坐那个饭店的服务员 两千多钱一个月 真的很困难 当时他好像吃水果 买西瓜 一个整的我都不敢买 我只敢买半个 就切好了 对 我就不吃了 你吃吧 然后我那是口袋里嘛 就几十块钱 我还有将近十天发工资 真的很困难 我也不想跟他说 我在家里 我啃的白馒头 吃着泡面 我撑过那几天 才能发工资 其实有些事情 我真的是不想跟他说 不想让他担心知道吗 他过得好我就好 他过得不好我也难受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都知道 所以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还记得吗 15年6月15号你过生日 那天我送你一套护肤品 去吃饭 过生日到11点 我把你送回学校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 不给我进去 但是你的那天 你手机老是响 我感觉你有心事 你叫我回去吧 我就回去了 我坐在车上 我担心你说没有有什么事情 给你打个电话吧 我打了好几个 你都没有回我 也不接 我担心你 放不下你 我叫司机回去看一看 结果我回去了 还没到你那个学校门口 在路口我就看到 你和一个男的在聊天 他手里拿了一个盒子 送给你 过两分钟 你跟他不知道聊了什么 就上了他的车走了 我当时是什么感觉知道吗 脑袋都要炸了 人就要疯了 我在学校门口等你 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发短信你也不回 没办法 只能在学校门口等你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凌晨两点你回来了 我知道你回学校了 那个男的开车 把你送回去了 到现在他的车牌照 他的车型我都记着了 你回去之后 我又给你打电话 车号咱不说 车是什么车 葡萄蒙丘 其实那天 那个男的是 我在北京 认识的一个朋友 刚好那天 他知道是我的生日 所以他就过来 跟我过生日 这不是深夜吗 对 我帮他问一句 送的是什么礼物 就做了一瓶香水 什么牌子的香水 Coco 一千多 一千多吧 一千多 自从那天过后 你对我的态度真的很冷漠 然后我去你的学校找你 那天我进了你的学校 我在你寝室楼下 喊着你的名字 你都知道我来了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呢 我不是躲着你 是因为那天你打电话跟我说 如果你今天不出来 不跟我解释清楚的话 你就要死跟我看 当时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就把电话挂掉了 可是我回去 我给你发了一条 很长很长的短信 我跟你道歉 我就是想当面 听你给我解释一句 他到底和你什么关系 他就是 在北京一个朋友 他在追求我 哎呦 那你为什么跟我提分手呢 因为你也知道 大学马上毕业了嘛 然后学校里 没有我的名字 不可能留在学校大老师 刚好那个朋友他说 他爸在北京 是一家公司的那个领导 有可能以后能帮助得到我 能跟我找工作什么的 那有男孩追求你 还能帮你找工作多好 那你现在来找我干啥 两个月之前 他跟我打电话说 他爸妈 陪他去马来西亚读研究生了 他已经去那边学习了 这个时候你才想起找我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对得起我吗 我问你你对得起我吗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也不是为了工作达到目的 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那种人 你还记得吗 那年在大一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平时帮我打饭 帮我打菜之类的 有一个北京的男同学 然后那年 你去追求你的男生是吧 就是有那种意思吧 但是我当时是因为你拒绝了他呀 因为我喜欢的人是你 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你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 刚初你也为我拒绝过别的人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一个高中毕业生 我在北京发展真的很困难 我出来三年了 我住了三年的地下室 三年 其实有的时候 我真的想换一个带窗户的房间 我想换房间我都换不了 你知道我多压抑吗 我爸爸妈妈让我回去 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银行上班 虽然不是正经编制 我感觉只要我努力 我以后发展收入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就为什么不想跟我回去呢 就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呢 不是我不想回去 我只是想让你留下来 咱们一起在北京打拼 比起咱们还年轻 可是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 你想一想 当时说我和你报考同一所大学 结果你考上了 我没有 但是我不甘心 我就想和你在一起读书 我就复读了一年 那一年我就填了一个志愿 就一个志愿 结果我不争气 我还是没考上 别的志愿也没填 就这样我就落榜了 也没有学可上 我不顾一切地来到北京 到你身边 约定好了 咱们三年之后就回去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反悔 你们现在什么关系 他是你的前任 可以这样说吗 对 谁提出的分手 我提的 什么时候 又捏的时候 因为谁 因为什么事 还是因为那瓶香水 或者是送香水的人 到底是什么 你说清楚 就因为送香水的人吧 因为送香水的人 为什么呢 爱上了他吗 不是 因为那时候 我们两个天就吵架 我也没想清楚 大师就给他提出了分手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如果那个小子 没去马来西亚有留学 你会回头吗 干脆这样好了 我觉得他们的故事 气质在我这听起来 要我呢 三分钟就可以说完 但是接下来 既然我们要帮到你们 简压面对面 听听看四位嘉宾的意见 我问男孩一个问题 你恨他吗 其实嘴上说的恨他 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恨 毕竟以前真的很喜欢他 他有他的追求 我理解他 不恨就好 我觉得你是一个 踏踏实实 本本分分的男孩 你付出了五年的青春 为了追随一段 你认为的校园恋爱 但是对于你曾经的恋爱对象 曾经的那个初恋女友来讲 他可能要的是更好的生活 所以回到你的家乡 那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原本心里边就有一个 追求更好生活的梦想 那去追求 没有人会反对你的追求 因为你只要不做错任何的 对别人而言的一些道德的事情 你可以追求 没有任何问题 但他不是能跟你共同追求 你想要的生活的那个男人 所有的校园恋爱 可能有些时候 就扼杀在校园恋爱当中 是因为当初在校园恋爱的时候 大家都很贫穷 就过了一点点好好的 开开心心的 读书的 学习的 在校园里边散步的日子 但是工作过后 真的每个人就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再回到当初 回不去 因为你们已经变了 而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真的想留在北京的话 你自己留下来 如果你真的爱他 想要就跟他在一起 你说好 我不想要北京的生活 我就想跟他踏踏实实在一起 因为他是我觉得最好的那个人 那你就跟他回去 因为你有时候 也要为他做一些改变 第一件呢 我觉得 变是好事 所以杨阳 你看着他的时候 不要皱眉头 不要说 他变了 不是 要说 他变了 你也会变啊 你懂吗 难道你不想要更好的生活 你现在可能还买不起更好的衣服 难道你不想买更好的衣服 想买车买房吗 想吗 想吗 你变了 以前都不想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好事 但你误认为是坏事 你有没有发现 不过你也强调一点 这个变对你来讲 最大的不是这个 而是他对你的忽视 忍弱对吗 那这一点我就要回来说小冯了 如果今天那个马来西亚的人 如果没出去 你会选择他吗 不会 不会 因为我最后 我们两个不联系之后 我想清楚了 工作并没有他重要 但我怕你回来的时候 只是因为怀旧怀念那份感情 而没有好好认证你想要的未来是什么 有一句话说得好 就是说我爱你 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所以我希望你能活在我爱你 而且这是我要的生活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真的选择跟他在一起 我问一下小冯 如果你们今天的位置互掉一下 他在北京 你是半毒 他跟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女生走了 走得那么决绝 不接你电话 不见你人 你无论如何都联系不到他 你摸着自己的胸口 你觉得你会原谅他吗 不会 那不就是了吗 自己都这么难受 何必强人所难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跟你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追随 这个男生一直在追随你 刚才虽然说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都在变 但我相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不变的 就是心不变 心是可以不变的 事实上很多人在爱情生活当中 虽然环境一直在变化 生活收入一直在提高 诱惑越来越多 但有些人的心真的没有变 所以只要心不变 物质条件上的追是能追到的 你可曾从他的角力考虑过 他一个高中生跑到北京来 他刚才说用半读来形容自己的生活 他追得很辛苦 他曾经几次够不着你了 你有没有体会 就像你所说的 你也曾经为他拒绝过别的男生 那是他第一次差点够不着 但那一次 你按捺住了自己的心 但是久而久之越来越按捺不住 只早有一天他会追不上 第二 回头 什么是回头 你这不是真正的回头 你是在寻求一种失落 之后的安慰 你仔细想想看 那一天你自己的内心活动 你分明已经做好了 跟他老死不相往来 2015年的几月份呢 男生 6月 15日他过的生日 那个时候距离你们相识多少年 我们相识五年多 五年 五年的时间 你可以走得那么拒绝 你当时内心是下了狠心的 你已经想好了 以后的生活当中不再有它 我走就要走得拒绝 我断就要断得果断 你想想看你自己当初有多狠心 所以你认为你今天的回头 都是真正的回头吗 如果你要是真正的回头 你会答应跟他回老家 而不是再留在北京 你把它当钻石级备胎了 所以既然自己下得了那个狠心 去伤别人 那么今天为什么下不了狠心 来重修自己 寻找美好的生活 固然是必要的 但问题是人心不能变 尤其是不能忘本的 所以我如果是你是断然不好意思 到这儿来请求别人的原谅 你得给别人一个疗伤的期间 也给自己一个悔悟的空间 来 接下来请杨阳去《历史礼》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冷静的结果 同样的也请小冯登上大声台 大声说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知道我之前的事 是我做错了 我知道之前都是我不好 之前那些事情 都是头脑发热 其实现在就是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咱们能够和好 我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也解释了这么多 你总要给我使些敬意吧 想一想吧 好吧 让我们回到现场 一百位观众 大家如果希望他们在一起的 请再表决器上按赞成见 如果认为他们不合适在一块的 请再表决器上按反对见 请按键 现场只有8%的观众支持你们在一起 待会会被小冯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小冯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放弃和杨阳的这段感情 重新开始自己新的一段人生 转身离开 你还是想坚持和杨阳在一起 那就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那么密室门会打开 杨阳也有两个选择 走出密室和你牵手 要么就留在密室当中 用她的话来讲 她想好好在一个人想一想 静一静 好 先来请为小冯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小冯升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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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咱们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不要太多地去责备对方 更多地有时候检讨一下 我们自己曾经哪一次选择 是我们不明智的 曾经我们错过了什么样的东西 应该去珍惜 我觉得未来的时间还很长 你毕竟还没有大学毕业 或许跨入社会过后 人生的冷暖会更加地自知 再见 小冯 我今天听了四位嘉宾老师说的话 我真的收益挺大挺大的 他说他要留在北京 而我要回去 可能我们真的不是同一世界的人吧 我想静一静 我想想一想 好 接下来我们认识这一对倾诉人 他们的压力是什么呢 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压力倾诉 那时候是我不好 为了一个工作就离开他去了北京 可现在我也回来了 我们又在一起了 他干嘛这样报复我 我没有想要报复他 真的没有 其实这次一年后 我和他再见面 看到他的一些改变 我还是蛮惊喜的 但是现在相处下来 怎么说吧 有一些东西 有些事情 他就完全变了 所以我现在想暂时和他分开一段时间 我希望他能理解我 借口 他现在的行为就说明了他是在报复我 不要再冤枉我了 我现在也二十五岁了 也到了该为自己事业打拼的时候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没有办法安心工作 要和他分开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说声对不起 都是借口 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真实的答案 接下来有请两位倾诉人上场 主持人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一个多高 我一米八八 来吧 姑娘 你本来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就是和他三年前认识 最近莫名其妙地 突然之间跟我提出了分手 所以我一定要来这里 问他是不是在捉弄我 是不是捉弄人家 一米八八 我都跟他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现在是要去武汉工作 然后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过去 但是他就死活不肯同意 我想我现在工作这么忙 实在也是没有精力 跟他在谈这么一场异地点 那谁工作不忙啊 怎么就你工作嘛 你们俩是在一个城市长大的吗 是这样的 我和他就是三年前 然后在南京的一个 艺考培训机构认识的 大概半年以后我们就相恋了 后来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作机会 就让我去北京 后来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也跟他商量了 我说要不然咱们一块去吧 结果他不同意 我也就自己一个人去了 没有想到这段时间我妈妈生病了 后来我就回南京了 我就跟他又重新在一起了 本来是觉得就是好日子 应该重新开始了吧 结果就前几天突然之间跟我说 要分手分开要离开我 我都跟你说了呀 我是要去武汉工作 你不肯过去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那我就是觉得既然我又重新祈求你 和你在一块了 你现在又把我给甩了 那不是在报复吗 分明就是在设个局一个圈套 把我给套下去 我要是当时要报复你 我直接拒绝你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浪费我自己半年的时间呢 我也觉得哈 这事儿得从三年前开始说 那会儿我大学还没毕业 然后就到南京一家 艺考培训机构去实习 他当时是带我实习的 因为他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 当时我就是什么也不会吧 小慧就一直很用心地在帮我 有一次呢一个同事就生病了 老板当时找不到别人代客 就找我去 当时我整个人都急坏了 因为我完全没有经验 我就感觉太难了 我当时都在想是不是老板故意在刁难我 幸好当时小慧就看到了 然后他就主动过来帮我 那会儿我就是看到他阿姨 就在办公室里愁眉苦脸的 我就去问他我说你怎么了呀 后来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了 但是我不觉得是老板故意在刁难他 我反而觉得老板是给他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机会 随炼一下 对一个提升的一个机会 帮他一把吧 当时就是我在上面讲嘛 他在下面听 然后还帮我整理那个叫案 一直工作到凌晨五点 第二天我的那个讲课是通过了 但是小慧却因为没睡好觉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是打瞌睡 还被学生投诉了 结果就老板扣了他工资 不仅在工作上嘛 在生活上他也帮了我很多 因为我家里条件也比较一般 除了平时的房租之外 我其他的地方就能省就省 早上我就在早点铺子里买四个食心馒头 然后两大杯豆浆 把豆浆灌在那个营养快选的瓶子里面 看起来更高档一些 对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到楼梯口 就着豆浆把馒头吃下去 有一次去下楼拿快递中午的时候 我就看见他一个人就蜷缩在那个楼梯口那边 蜷缩 然后拿着那个馒头 还是食心的那种馒头 然后在那啃 当时内叉就觉得特别心疼 就觉得这小伙子就过得太不容易了 我就觉得我特别想帮他 给钱吧 男人都耗面子 我就也不好意思给他钱 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 每次我买饭的时候 或者我带饭的时候 我也给他带一份 我知道小慧当时是想帮我 但是他平时在工作上 已经给我帮了很多忙了 不想再欠他更多人情 后来就实在扛不住饿 后来就收下了 帮着帮着就有了爱情的火花 其实也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后来发生了什么 觉得这小孩 这小男孩 您今年多大岁数 我27 您呢 我25 小孩 小孩 就是这么落下的 对不对 本来你也先工作 再加上实际年龄 也比你年轻2岁 对 所以在你眼中 你总觉得有一种 你要去呵护他 我能这么理解吗 当时就有件事 其实也是件小事吧 当时公司里有一个老师 在外面拉私活 老板知道就把他辞退了 然后老板看我平时工作 还算比较认真 让我去接了他位置 这个时候有的同事忌妒 说什么 是我举报了那个同事 当时小慧就站了出来 帮我跟那些同事们说 说你有什么证据 后来老板就专门为这事 还开了个小慧 这事后来才不了了 清晰了事段 为什么你要特别地关照他 一是觉得他现在经历的 就是我之前经历的 就是也是 以前被挤了一个 对 这是理由一 对 有理由二吗 就是后来因为 发了年终奖 我当时第一个就想到 应该请小慧吃顿饭 然后吃完了 我就给他递了一个信封 干嘛 就那个信封还是 那个牛皮纸 就是以前人家发工字 那种牛皮纸的 这本里面是什么 我一开始 我说如果是钱 我肯定不要的 我肯定要退回去 后来就结果一打开就一看 就薄薄的 是那个走写的信 然后我就打开来 一点一点的 从头开始看密密麻麻的字 前面就是写对我的感激 到最后一句就是说 说他要想照顾我一辈子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一开始我对小慧的感情 可能就是一种感激 但是随着接触的时间变久了 就感觉小慧她的人其实非常好 又非常漂亮 当时我就想我应该以男朋友的身份 来照顾她 这样可能是对她最好的一个报答 哦 原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对 因为我吧 就是从小到大性格都特别的强 真正喜欢我 然后还追求我的人 其实没有几个 所以就是当她跟我表白了 我也就立马就答应了 立马就答应了 对 一点矜持都没有 你们的爱情就从这就开始了 后来她就说因为要帮我省钱 就一起住了 因为我家是在南京嘛 然后但是我为了工作方便 我就在工作 那个单位旁边租了一个房子 她上班也方便 我上班也方便了 但是我之前都是一个人居住 然后也是单身了好几年 当她出现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整个人的生活 都充满着温暖还有温馨 你别看她就这么大个子 她特别会做菜 你的意思是说厨师都得很矮吗 就是她的外表可能会觉得高高大大的 白白净净的 像那种特别 她长得特别可乐我去 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菜 豆腐 什么豆腐 就是 煮豆腐啊 麻婆豆腐啊 全是豆腐 对 因为便宜嘛 她就特别厉害 就是把那个一块钱一块的 那个小方豆腐 她能做出五六种口味 不是挺好吗你俩 一开始是有一些烦恼吧 什么烦恼 就是在我们单位里吧 然后不允许员工谈恋爱 你是太敏感了 嗯 因为我们公司的制度呢 可能就是 只要你做得不太过火 老板一般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过去了 你有的时候都到了一种吓人的地步 比如 比如说以前在办公室里都喊我阿南 嗯 现在改叫小李了 因为既然这个规章制度存在 我们就应该去遵守 没有规律 你遵守了吗 你摆明了没遵守啊 我是觉得如果说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块 谈个恋爱 我俩就被炒鱿鱼了 那这也太得不偿失了 毕竟也这么长时间了嘛 嗯 而且自从和我在一块以后 工作越来越稳定了 工作上也懈怠了 嗯 就工作也不好好努力了 我那是顾佳了 怎么叫顾佳 他每天上班就上班 然后下班回来以后 就开始拿个手机 开始研究菜谱 嗯 然后研究完菜谱以后 就上淘宝 淘宝完了以后还玩游戏 他工作这么松散 那也是对我们生活的不负责任 嗯 我得承认就是工作稳定之后 我是没有当初那么用心了 但是我觉得这还好啊 反倒是小慧你 就为了一个小测评 加班到两三点 嗯 不是一天两天 嗯 这至于嘛 就身体都弄得不好了 你没有工作 没有钱 哪来的生活 而且那会儿我一个同学 然后在北京 开了一个环保公司 要求我过去给他管理一下 后来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 我说那咱们一块去吧 去北京闯闯 他死活不愿意去 他都要在南京 他说南京挺好的 嗯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 我觉得我得好好珍惜他 相反你去那北京的工作 他说虚无缥缈的 再说了 他只请你过去 我去了能干嘛 还要变成你来养我 这点我觉得不能接受 嗯 所以后来就因为他的这个原因 就一直在争吵 争吵吵得不可开交 嗯 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 然后我就自己 就先把工作给辞了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我就一直在等他电话 嗯 结果一直都没有 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你怎么还没有来 我们因此就聊了很长很长时间 僵持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两三个月 哎呦嘿 对 我也一直在等他 我觉得他一定会来的 我相信就是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嗯 后来他一直都没有来 我就说那你有你的选择 我也有我的选择 那就和平分手吧 嗯 对 我就说那既然 他当时其他的行为 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嗯 但他对工作这种态度 我觉得太草率了 嗯 今天能辞掉你的工作 明天你还不得把我给辞了 那我现在不也是回来了吗 那你现在莫名其妙的 那你又回来了呢 我有一次开会 前段时间 我父亲突然之间 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我的妈妈就是 突然生病住院了 嗯 飞回南京以后 就看到妈妈在病床上面 我也是觉得自己 作为他们唯一的女儿 不应该在外面再漂泊了 后来我就辞职了 嗯 辞职完了以后 我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状态 我说好累啊 终于可以回来了 嗯 然后后来阿南他就看见了 就跟我聊天 就安慰我 后来我就觉得你也安慰我了 那我就问问他 我就觉得我对他的感情也在 然后他这一段时间也没有女朋友 我也没有男朋友 然后我说那咱们能不能再和好 他当时就同意了 说那好吧 那再再开始吧 嗯 就没有想到还没有半年 他就莫名其妙地跟我提分手了 没有任何的前兆 哎呦 他一开始是有一些改变 我很高兴的 嗯 就是他以前工作不是很拼吗 但他现在呢就感觉更加的懂得顾家了 知道我工作的时候给我端一杯咖啡 嗯 或者让我站起来走一走 然后有一些意见也懂得跟我商量了 这挺好啊 但是又相处了一段时间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了 哪不对劲 现在他都回来快半年了 嗯 除了平时照顾妈妈 就是在上上淘宝 然后逛逛街 哦 也没有想过要去重新再去找工作 你不是不要他那么在事业上上进那么拼吗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的转变也太快了 嗯 有些接受不过来 就是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对 而且他现在还会一天打好几个电话查岗 我这工作的性质他也是干过老师的 他也知道 对 我现在手机一关机他回来就要找我 说你怎么又关机了 嗯 完全无理取闹嘛 他说我事业心强不顾家 嗯 我就说那既然我回来了 那我就把工作也放一下 因为我在北京的确也是赚了不少 足够我一年调整一下的钱了 嗯 我能够做到的改变 都是根据他之前对我的不满 我都改了 嗯 而且如果照你这个理由的话 你对我的不满意 你不就是我当初对你的不满意吗 嗯 那你现在又说这样的话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如果说你现在不是在报复我 那到底是什么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嗯 我觉得这真的不能说是我的错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时间不对了 如果要不是你当初去北京 那后面哪有这么多的 哎呀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女生了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嗯 我事业心那么强的一个人 我放下了 我好好地照顾他 嗯 结果他现在事业心强了 那男人事业心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也支持他 嗯 可是我真的是想不明白 你要么就不爱我了 那就说不爱了 那你用这样的方法折磨我 我是真的是觉得就感情受不了 我已经跟你沟通过了呀 现在我肯定是要以事业为重 我在问到你们两个人这个问题 且得到真实答案之后 我们就请我们四位嘉宾来帮忙 好吧 好 我先问一下阿楠 眼前这个姑娘你喜欢吗 我喜欢 爱不爱 爱 好 OK 眼前这小伙子你喜欢吗 喜欢 爱不爱 爱 好吧 简压面对面 听听看四位嘉宾的意思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的就是 安住于当下 因为所有的事它都是双面性的 就像今天我们讨论所有的话题 就是说当你觉得它是一个事业型的时候 它自然会有经济实力嘛 往上拼嘛 但它就丧失陪你的时间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需要调整的不是对方 是我们自己的心态 尽量让自己和对方都活得更自载更轻松更包容 你想结婚吗 想 你不想跟他结婚吗 你不是很爱他吗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那什么时候到时候 我觉得至少要能把首付给扶起来 南京它房了多少钱 大概首付的话要四到五十万左右 那我看到你现在是月薪七千六不到八千 对 那得多少年啊 如果 但是如果我去武汉的话 有机会拿到两万以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觉得在那边打拼个两年 差不多就能把你的首付给赚出来了 是 然后你就会准备回到南京吗 是 这个事情小慧知道吗 因为我家是在南京 其实说买房子我们家也有 就是如果说因为房子而结婚 那随时都可以 但是他自尊心特别强 他不愿意 你租房子的时候不也住人家家 你不早就上门女婿了吗 你讲什么自尊呢 也不能一直这样 那还有你买了房子过后 未来是 如果你们两个结婚啊 然后要跟你父母一起住 是这样吗 是的 这点你清楚吗 小慧 我知道 没问题是 没问题 我有点纳闷呢 那既然你们对未来的规划 都已经很明确了 那现在到底焦虑的是什么呢 他刚才已经答案说了嘛 其实他是出于恐惧感 他是对你的害怕 就是到现在 你管他管那么凶了 然后他就自己恐惧放大 他说我去那里话 那我不知道每天要贴着脸 以后就拿个电话 然后脚步绑着这样 每天讲电话就好了 他是怕这个 可是他邀请他去啊 但是他真的是OK 但问题是 你们还是可以谈异地恋啊 对 对啊 我也可以接受 那你为什么不谈异地恋 我就觉得之前就是因为他去北京 所以这个 我俩的感情就崩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 异地恋可能确实 毕竟我们俩年纪 也不是那种特别小了嘛 等一下等一下 我跟你讲 如果你不爱他你就直说 这个我接受 可是你明明说爱他了 接下来你所说的异地恋都是出于你的恐惧 出于你以前的经验的投射 我再讲一遍 过去不等于未来 过去失败 那以后你要复制失败 哪有这种道理啊 你应该说我过去虽然这样 但是我相信以后我们不会这样 这才是应该要去的方向啊 首先你们放下男女这个角色 当初你在北京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你还是比较顾自己的 你说你从小的时候你很强势 所以当初你要离开的时候 你就说好我要离开我去北京了 你在这我不管 所以你就走了 现在你回来 我们在一起吧 OK好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呢 然后对方要找说 不行你不能走 我要在这你跟我在一起 你会发现你最终还是为了自己 虽然说你为他改变 我看到我也认同 但是为他改变 不代表你就可以拿这个改变 去绑架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好重新考虑 你们这份爱情 考虑清楚的时候再说 我说三点啊 第一 你们彼此感情基础 本来就不深 你去了北京一年半 这样的一个分手 其实就是感情不牢靠 所显正的分手 一年半没有思念吗 是有思念的 但是你们居然就这么 莫名其妙的就分手了 久而久之电话越来越少 问候越来越少 这说明你典型的 你们当初在一起 这是一种照顾和被照顾的关系 小弟弟依靠着大姐姐 大姐姐照顾着小弟弟 这并非爱情 所以你们说分就分了 并没有分得撕心裂肺 也没有像普通的异定链一样 至少有半年的挣扎 你们没有 其二 当你回来之后 你们彼此只有一种 遇到固知的感觉 你只是想嫁人 如果不是她 是另外一个可以照顾你的小男生 或者是恋家的男生 其实你也是可以的 而她 恰恰也同样感觉 我本来就被你抛弃了 你说走你就走了 你现在回来又要跟我复合 虽然我突然之间 找回了以前的感觉 但是我没有安全的 谁知道哪天你又会走呢 你只是恨嫁爸 并没有把我放在生活的重心 因为我一直是个小弟弟 是个小男人 并非一个大丈夫 所以我要出去 第三 任何一个家庭当中本身的关系 几乎就铸就了将来的关系 如果说个这个家庭 一开始是阴盛阳衰的 她突然变成了阳盛阴衰 彼此都会有不适应 那是一种可怕 我们虽然说每天生活都在变 但其实人本身是害怕变化的 所以 第一 你们感情本来就不深 第二 现在你只是恨嫁 她却感觉到惶恐和不安 第三 你现在想做龟巢的圈鸟 但她却因为第一次被抛弃 想要做一个大男人 种种复杂的情感表述在一块 得出的结论就是 至少现在不能结婚 这是发自于一种内心 应付于环境的变化的本能 所做出的一种反应 这是我的分析 来吧 阿楠请去密室 小慧 请大声台南大声说 我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苦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 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听完了主持人和思维嘉宾老师的话 其实我自己心里已经想明白了很多 之前我离开你去了北京 的确是我太自私了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想法 而且我太自以为是了 我以为你一定会来找我 然后我回来以后 我以为我所做的改变 都是你想要的样子 但我发现我还是错了 真的很希望今天在这里 你能够好好的给我一个 聊一聊对方的机会 再给我一段时间好吗 我感觉现在听了各位嘉宾的话 觉得可能想得有点乱 可能要再想一下 那我们回到现场 现场有一百位观众 大家如果支持他们在一起的 那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 不希望他们在一块的 请按反对键 请按键 还好啊 现场有百分之六十的观众 支持你们在一起 待会儿呢 会为小慧升起选择柱 面对选择柱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放弃这段感情 重新开始呢 转身离开 还想跟小楠在一起 那就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那密室门会打开 小楠也有两个选择 要么出来跟你牵手 要么留在密室当中 明白了吗 好 那接下来请为小慧升起选择柱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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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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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怎么想 我尊重她的选择 但是也希望下了节目 能够和她好好的聊一下 再聊一聊 再聊是没有问题 个人建议 但过一段时间 找个机会聊 把这个时间 给双方都留足了 或许思考的 会更加的充分 好吗 好 好 再见小姑娘 刚才听了嘉宾的话 我也明白了 我们之间的爱感情 可能并不能算是爱情 更多的是一种依恋 我觉得也许我们 是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好好想清楚 我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必要 再走下去 中国故事 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 我们下传奇 我们下传奇